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 这怎么可能 你确定吗 不 我不确定 最近 脑子有点乱 你再看看 可能 是我记错了吧 你放心吧 不会那么巧的 小明明天你想分哪组 是这样的 我们这里算上你现在一共十八个人 分了三组 每组都执行不同的任务 哦 就是光远哥刚才说的找物资 只有光远哥的A组是寻找物资 每天APP都会派发些礼包到这个城市里 这些礼包里面 就有我们需要的生活和战斗的物资 他们这组 几乎每天都要跟面具执行者 还有雷阵雨中战斗 所以 因为受伤 甚至死亡产生的人员更替 也是最平凡的 而我 大牛 还有米兰三个人组成了B组 每天的任务就是勘查这个城市的地形 画出完整的地图来 寻找离开的方法 这些都是我们画的 B组的任务风险 别A组都要低一些 不过总在外面跑 战斗也是避免不了的 由于人少 光勇哥给我们配备了团队中战斗力最强的米兰 现在雷阵雨一伙的侵略性越来越强 所以我们B组的工作也是处处受制 就像今天 要不是米兰机警 我们几个估计已经没命了 都 都挺危险的 第三组的任务最安全 就是守备组 主要负责战杆放哨和打理基地内部的事务 我选C组 我选C组 C组的任务风险虽然比较低 但是有一个问题 问题 C组满园了 满 满园 那 那我选B组 想加入B组的话 我去帮你问问米兰 没用的新人 你个废物 算 算了 不用了 我决心加入A组 你决定 A组可是很危险的 我有的选吗 再说了 不要小看我 光远哥 还有你们 不都是刚来就加入战斗了吗 那好吧 我简单的跟你说一下这个城市的情况吧 这座城市几乎大的没有边际 最可怕的是指南针在这里完全没有用 似乎这里的磁场都是混乱的 不是有太阳吗 你们可以根据太阳确定方向啊 在这个世界 太阳是最不可靠的东西 在这里是没有白天和黑夜之分的 天空上永远只有一轮残阳 而且这太阳还在天空中不停地变换位置 变换位置 这是我所记录的太阳位置的变换规律 这 这也太多了吧 我刚到这里就开始记录了 你看这个运行轨迹 有没有觉得眼熟 看着像是星座 对了一半 这些轨迹是我国古代天文研究中的二十八星绣图 比如今天太阳的位置就在朱雀井的位置上 估计过一会儿就会有什么变化 这 这也忒难记了吧 习惯就好 总之想靠太阳确定方位完全不可能 好吧 不过你这么一说 这世界也太奇怪了 就好像 好像是被设计出来的 对吧 看过一部电影叫《楚门的世界》吗 什么 说不定我们就跟电影里一样 在一个虚假的城市里 被无数的人监视着 甚至 甚至还有人 在拿我们的生死来赌博 生气吗 啥 你现在落得这样生气吗 哼 何止是生气 咱们迟早有一天会闯出去的 一定有办法的 我听说 积攒齐了卡牌 就可以离开 卡牌嘛 这是咱们迫不得已的一条路 而这条路 就是整个世界的游戏规则 目前看来卡牌都是对应二十八星秀 每个星秀都有红蓝黑白四种颜色 一共是一百一十二张卡牌 唉 不过 APP上关于卡牌及其后的描述 只有一句 可以登临祭坛 祭坛 那 祭坛在哪儿啊 目前还没有看到 哟 你的卡牌倒是不少 扮猪吃老虎吧 哦 我这些都是林平的卡 就是你的那个朋友 嗯 来 让我看看都有些什么 这张卡啊 这张啊 这就是刚才光远哥让给我的那张 怎么了 哦 没什么 你先去休息一会儿吧 不过暂时还没有多余的帐篷 你今天就将就一下 和小刘睡吧 哦 没问题 谁 最后一张卡出现了 该动手了 这个小崽子 每回都搞得这么神秘 哦 呃 你 你想干啥 我看你好像做噩梦了 正准备叫醒你 呃 没 哎 梦而已 我这几天 常做噩梦 这样啊 你先休息吧 我去个厕所 唉 那个小刘 吓我一跳 嗯 有人 有人 是政委啊 我还以为是执行者呢 我睡不着出来巡视一下 你怎么也没有休息啊 我上个厕所 是知道一会儿要去执行任务 激动的睡不着吧 啥 一会儿就要执行任务 废话 A组不留闲人 啊 放心 做任务的时候 紧跟着光远哥 没事的 哦 新一轮的礼包伙都要开始了 包包有惊喜哦 各位亲 稍后便可以收到 礼包的未知信息 祝各位大丰收 小明明儿 我听政委说 你选择了A组 嗯 好样的 你背后交给我了 你选了A组 哼 废物 你可别逞英雄害了大家 你怎么知道我不行 你是新人的时候就这么厉害吗 没错 那我也 小米 让着小明明点 光远哥 米兰真的那么厉害吗 她呀 刚进队的时候 就比我厉害得多啊 好 好吧 行了 行了 准备一下咱们就出发了 小米 你们任务也很重 抓紧时间准备一下吧 好 光远哥 我 我今天也要加入A组 跟着大家一起搜寻物资 行 行吗 你做好了 为队伍牺牲的准备了 齐生 我 我 好好看家 等等 光远哥 你听我说 米兰她说得没错 我是胆小 是懦弱 可是 现在 刚来一天的小明 都要去为大家寻找物资 我 我不想继续躲在帐篷里 不累 好 小刘 你的背后 也交给我 大牛 今天我们队伍 多了两个人 摩托车 先让给我们吧 和昨天说好的不一样啊 少来了 好了 兄弟们 出发 你的背部 好家伙 这摩托车放在现实时间 打死我都买不起啊 就是就是 咱们也算过了把瘾了 李包就在前方 请加油 李包就在前面了 兄弟们 我们加油门走着 什么事 得手了 干得漂亮 咋了 光远哥 这里就有一个礼包 就在那栋楼后面 这怎么回事 坦克吗 撤退 赶紧撤退 第一轮的112张卡片 已经全部出现 实践升级 开启二段难度模式 常常像世界伏莫奇怪 我们呀 多余半存在 空洞的生活 空洞的无奈 重复着出声道说拜拜 你突然 出现在我脑海 相遇上海 相遇着转折 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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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不同玩笑安排 密尽从此打开 跟随陌生的未来 步步精彩 看太多 明月无奈的挣扎 为何愚人不能 用鲜血厮杀 空洞 空洞 之所变迁的 通了 最不知为何在 未能重担心 你这个改革 每次每个每分 有你活在早下 才是生命最好生化 不论这世界多么奇怪 都是它最好的安排 世界升级 开启二段难度模式 小明明快闪开 这个怪物太难缠了 根本打不动 今天太阳是什么天位 青龙靠 你们这个干什么 等会 小龙呢 你们是在找这个废物啊 其实他人很好的 你别见怪 米兰啊 就是人们常说的 刀子嘴豆腐心 其实 人 快啊 你别见怪 米兰啊 就是人们常说的 我不是叫你别跟来的 我 我 好啦不要闹 你别建议 他叫米兰 这是我之前说的文 其实他人很好 你别见怪 米兰啊 就是人们常说的 刀子嘴豆腐心 其实 来吧 大家好 我是雪色苍蠢的配音导演楚俊 也是旗袍女露蠢的配音 呃 我觉得露蠢 你说她自私吧 在雪色苍蠢的世界里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活命嘛 但是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小女人 性感的小女人 你觉得呢 大家好 我是配音演员朋友 在雪色苍蠢当中 我为男主角李明杨配音 在我看来呢 李明杨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 某一天 误打误撞地进入了雪色苍蠢世界 但她其实是一个十足的菜鸟 什么都不懂 不过小人物也有大梦想 她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点一点地学到了各种技能 这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经历 是很相似的 大家好 我是第二集出场人物 林平的配音演员 白雪岑 来雪色苍蠢世界 寻找一生一起走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颜萌萌 雪色苍蠢中英姿飒爽的女侠米兰 和萌萌大机械音就是我 我觉得 以兰是一个不同于以往我路的角色中 那种温柔活泼的女孩子 她很帅很酷 表面上有一点冷漠 其实还是古道热肠的 她有超强的领导能力和战斗力 我很喜欢 大家好 我是雪色苍蠢中军师政委 和高冷二号的配音演员王凯 政委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非常有条理的 非常智慧的一个人 那么所有的关卡 和所有的这些怪物 都在他的掌握当中 那么高冷二号呢 其实他就是高冷 每周五跟随陆蝶进入血色苍蠢的世界 每周五跟随陆蝶进入血色苍蠢的世界 这些人 我的血色苍蠢等 等你啊 等你啊 我夜观星象 似乎又将有大批新人 涌入血色苍蠢的世界 下一个 跟随政委 高冷二号 进入血色苍蠢的世界 我们在这里等待 原来你也在看腾讯动漫啊 我 我只是刻意 打发下时间而已 嘿嘿 让我翻翻你喜欢什么类型的货品 我只是随便看看 还给我 你还装 腾讯动漫APP 有喜好收藏功能 一看便吃 我只是觉得这个漫画挺有趣 这个作者 挺有才的 那个 这是我原创的漫画作品 腾讯动漫 你的作品 同桌都爱看